青年事務委員會召開第二次會議 懺罰處長林鼎超和委員們一起討論 上半年及下半年計劃 下半年有幾個選項 我覺得也可以給大家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其實去META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想大家都有自己的臉書 甚至有些人有自己的粉絲團 甚至有些人已經有透過粉絲團 在經營一些商業模式 那時候其實想要帶大家去META的原因 就是希望說透過市政府的力量 讓大家可以跟不一樣各界的一些企業 去學習他們的一些know how 出席委員分別針對海洋議題 交通規劃 質疑發展 文化推廣等面向 進行交換意見 很多時候大家第一印象就是觀光 那可是怎麼樣讓它有一些文化的深耕 其實我們目前也是在討論的 可是如果可以先從會館的 或者是硬體設備去開放 讓大家來參與的話 這個是我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基隆的很多交通路線是 你開到一半以後 前面是完全是跟你逆向的 換句話說就是 如果它跟基隆的路不熟悉 它會直接可能就繼續往前開 對 它就會瞬間變成逆向 而且這樣子的道路 就我的印象來說 蠻多條的 因為我其實在基隆騎的路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會遇到外來 可能是外縣市來的車子 它就直接要跟我這樣直接開過來 所以基本上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感覺是整個道路可能要重新規劃 跟重新建築 會議中有委員建議 應該在高中的教學或者講座中 納入具有基隆特色的教材 讓高中生對於基隆有更深入的認識 未來能夠成為基隆文化特色的傳播者 對於這項建議 市長謝國良給予正面回應 像很簡單的是我們基隆有的是什麼 我們這樣子講好了 鎖管劑嘛 那我們知道的鎖管 軟體頭竹類的有幾種 在場的 不知道嗎 對不對 它長的圓的扁的矮的長的短的肥的 都不知道 那是否就是說 藉由我們市政府的一些活動 在鎖管劑之前 我們就推廣 我們的基隆 每年的7月有一個鎖管劑 這鎖管劑到底是幹什麼用的 那進入校園去推廣 把它變成一個圓遊會 學生帶著家長再去 那可能有兩種好處 第一個 我們的市民知識成長 第二個 我們可以促進周邊的經濟成長 因為小朋友會花錢嘛 那最主要的家長看到小朋友喜歡 就買買買買買買 對不對 那由這種活動 帶入到校園裡面去推廣 這些委員其實青年委員真的很棒 他們在於交通 教育職涯 文化都有很多的想法 那我們今天也做成一個很具體的結論 這位是我們一位齊順委員給我們提的 就是我們應該在高中弄一個主題講座 把基隆的特色類似像課綱這樣子 讓任教的老師跟學生們一起共同了解基隆的特色 然後讓我們高中的學生能夠知道基隆的特色以後 將來前往大學或進入社會的時候 能夠把基隆的特色能夠讓其他的外縣市的朋友們能夠了解 不論是他們大學的同學或職場的朋友 那我覺得這個很特別 這樣子等於是他們就是基隆特色文化的傳播者 總子部隊 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今年事務委員成立以來 我第一次跟他們開會以後做成的第一個結論 我們希望每一個會都會有結論 這些結論都會來落實來實行 那當然這些結論都還要提到事務會議 要跟譬如說這個案就要跟教育處大家一起討論 基隆市第一屆青年事務委員會 3月29號成立以來運作已經上軌道 市長謝國良強調 藉由青年朋友一起參與公共事務 提供市府建設性的方案 希望讓青年族群的新生 政府都能夠聽得到 記者 黃紹明 基隆報道 好 謝謝 今天好